一斤海参一万六千八百美元 怪不得有人冒死去捞它 也正是因为一万六千八百 所以鼓足才要去吃它 对一直坚持吃 海参的营养丰富 具体有啥呢咱也不到啊 反正对关节炎和一些疾病的效果呢 是刚刚的 足球训练强度高压力大 吃海参补补当然很正常 但是你输给越南 甚至连县级业余队都补足 那你把海参的脸帮那搁啊 你不想克战海参都想克战 连都不要了 早在几百年前 咱们呀就开始吃海参 可惜当时不好补不好捞 那价格对平民来说 只可远过而不可泄板烟 通常啊都是达官贵人 才能掏得起银子 直到四十年前 人人口袋里都有money 所以啊不再满足于温饱 想吃点更好的 许多人就开始报分性交费 啥没吃过就点啥 好比小时候家长不让吃零食 长大了就疯狂吃 所以海参成了不少人的目标 当然呢不止咱中国人好这口 许多亚洲国家也吃海参 1996年世界上一共有35个国家出货海参 到了2011年竟然多达83个 海参卖的数量多了 可是这个价格没涨往下跌 甚至还蹭蹭往上涨 顶级野生海参一斤16800美元 约合人民币12个W 便宜点的也得3000美元一公斤 那么贵的价格 国足一天吃好几个 都会简直吃吧 平时自己也吃 2022卡塔尔世界杯 连中国裁判都去了 唯独中国足球队没去 当然人家也是全力训练被炸了 要不然一天能吃好几个海参博身体 很多人看海参能卖高价 两眼嗖嗖嗖的放光 根本管不住手去捞海参 怎么就管不住这手 我怎么就管不住这手 最后海参捞上来了 但是人没了 因为海参平无息不吃钱 长相奇葩才能高价 而他们生活在十几米到几千米的海底 有些人没培训 没设备直接下海捞 各海底扒拉来扒拉去 甚至还下潜到更深的地方 找没找到暂且不说 见压病可找上了门 疼痛骚痒 瘫痪死亡 分分钟要你小命 最近20年 有40多个大小伙子因此没了 正是因为海参被捞的太多 导致其中7种病危 而且有些动物 比如鱼 螃蟹 以海参为食 人类一掺和 他们没半吃就得饿死 间接破坏了生态 甚至渔民都被迫下岗 人类对海参需求越大 环境就会越恶劣 身价也会越高 价越高 捞的人也就越多 从此陷入了死循环 野生的海参 12万亿斤 为什么大家不吃养殖海参呢 我只能说 一分降薪一分货 这俩的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 生农不捞的野生海参 通常都在6年以上 如果捞了个还没6年的 就把它扔回海里慢慢长 你要问我怎么判断生灵 我也不知道 反正生农们 自有他们的一套方法 野生海参吸收天地之灵气 享受日月之精华 欲见啥吃啥 早累贝累下嘴就吃 精华全部吞进在体内 而养殖海参呢 市面上基本都是一年一成熟的 而且吃的还是饲料 更别说个别上家 还给他们吃抗生素 最后养出来什么样的海参呢 明眼人都知道啊 难道男族提升这个场景 就是养殖海参吃多了 开个玩笑啊 别当真 其实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 就好比野山参和种植参 哪个品质更高呢 你心里也没人心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野生海参那么贵 不是谁都吃的鞋 养殖海参 都是成批成批的拉出来卖 价格自然低 只要安全符合标准 不管什么海参 那都是好海参 再次进行